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升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剂料剂 好了 今天就再和你们介绍一下 另外一剂 灵丹妙药的同类疗剂 名叫做 Mellifolium 这个草药 英文名叫Yarrow 都不是那么罕见的 在草油方面都经常用的 我翻译的叫做 西洋似草 草发头 一个老字 接着就一个日 这个字 我应该读似草 西洋似草 好了 Mellifolium 可以这样选 是一个比较容易用的 因为它不是那么复杂 用的应用的地方 是比较清晰的 什么情况之后 你会考虑用 Mellifolium 当我们遇到一些创伤 这是一种创伤的疗剂 是因为创伤而引致流血 而流出的血 通常是比较鲜红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 用Mellifolium 这个疗剂 大家都学过了 我们第一次就介绍 就是Anika 三金车 这个疗剂 是用在任何的 一般的创伤 尤其是撞到那种 鱼 创伤 但我说 如果你遇到一种创伤 不是只是鱼 而出现了 是出血的 例如你可能被人撞到 面 或者撞到鼻肝 而导致流鼻血 你记住 除了使用Anika之外 你很可能 你都可以应用Mellifolium 有一种疗剂叫做鱼 鱼是一个挺大的 一种体质的疗剂 亦都很多时候 是用在一些人 是有一种流血性倾向的 鱼型的人都是高高瘦瘦 长长的 很敏弱 很敏感 但是这种型的人有时 他有种体质性 很容易流鼻血 我们当然 就会考虑用鱼这个疗剂 但是如果你发现 这个流鼻血是因为 曾经或者 因为撞到鼻肝 受伤 创伤之后 以后就经常性流鼻血 而生金车Anika和鱼 好像都能帮助 我们可以考虑用 Mellifolium 西洋氏草 这个疗剂 Mellifolium Mellifolium曾经应用 一些人是因为 肺炉 而肚主是咳血 咳咳咳咳血 试过Mellifolium 竟然将这种肺炉的咳血 都可以医好 所以Mellifolium 可以说是一种 处理流血的疗剂 也可能在运动 不小心 被人踢到盆腔 踢到下腹 然后肝门流血 这个是Mellifolium 亦可能其他的因素 导致出血 任何这方面的出血 尤其是红的血 亦可以考虑用Mellifolium 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解过 譬如如果你是用中风 我们说第一个疗剂就是生甘车 但是也有机会 可能Mellifolium 都可以用到这方面的情况 在流鼻血 有些情况 Mellifolium 曾经一种 家族性的一种病 一种出血性的病 是长期流鼻血 差不多经常要进医院的 这种流鼻血 Mellifolium 亦成功处理过这种疗剂 那么Mellifolium 有没有它独特的体型 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同类疗法 使用这个疗剂 都发现Mellifolium 是对一些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 或者一些人是 我们叫做肌肉比较上 已经是松弛性的体型 或者贫血的女士 或者儿童都是很适合用的 当然如果你是长期会流血 可能不多不少 都很容易是导致身体 一种贫血这种症状 OK Mellifolium 对于创伤性的流血 鲜红的流血 就是可以考虑Mellifolium 这个疗剂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约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盛商业大厦2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茶参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